樓有兩種功能 一種是居住的功能 一種是投資的功能 前一輪我參加一個團體做了民意調查 調查的時候 問人們認為樓應該發揮居住的功能 或是投資的功能 超過一半都說是居住 因為達居住功能是政治正確的 達投資功能是不正確的 因為想賺錢 人家居住都沒有好地方 就是讓他們想賺錢的人扭曲了市場 所以大部分人在房屋政策上 應該著重發揮屋的使用功能 不應該著眼於投資功能那麼多 但這個我發覺是問他的時候 一種正確的答案 但在行為上不是這樣 譬如居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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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提倡事件 申請人多了,反而申請人少了 最便宜的時候,我試過兩次居屋都很便宜 一個是在83、84年的時候 居屋便宜到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,防委會被迫開放 不再限制有收入,日式上限 甚麼人都能賣才能賣 屯門胡蝶灣有宅居屋 那個年代沒有人要開放給所有人買 所以很多人在行為上 都是考慮投資因素,考慮得很重